麻将作为中国的国粹,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多人的喜爱,消毒疫情大毒烧身,把它当作是一款智力游戏是最好的选择,可以很好的开发大脑,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深入,如今这款游戏可谓是风靡美国,那你知道美国人都是怎么打麻将的吗?上面印的图案改变了吗?感兴趣的朋友就跟小倩一起来看下去吧! 众所周知,麻将是由我们中国人发明的,但是中国麻将传到美国以后,麻将上是中文还是英文呢?其实麻将传到国外后没有太大的改变,上面刻的依然是中文字体,这样对老外也没有什么影响,除了东南西北发以外,麻将上需要知道的中国字并不多,并且阿拉伯数字对所有国家都是通用的,上面的花文多打几次就熟悉了,因此只要外国人熟悉几个中国字就很容易玩, 有的外国人甚至打得比中国人还溜,麻将在美国受到追捧后,诞生了很多关于麻将的职业,比如说教人打麻将的老师,不仅很受欢迎,而且收费也不便宜,很多网友看到表示羡慕,也想去美国教人打麻将,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,麻将就已经传到很多欧美国家了,甚至还出现了很多关于麻将游戏的书籍,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各种麻将代表的含义,阐述了如何打麻将,甚至在一些国家, 如荷兰也建立了一个特殊的麻将组织,那么中国人和牌一般都会说胡了,作为一种专业术语,那外国人和牌怎么说呢? 就在这一点上,他们跟中国人也很像,外国人和牌会说I heard it,就是中国话音译过去的,中西何必别有一番韵味,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,不仅仅是麻将,还有很多有趣的游戏,你们举一些例子吗? 好了,本期的3000看世界到这结束了,小伙伴,别忘了点击关注,分享转发